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炼制自制葱油适用于多样化菜式,例如炒菜时用它爆香配料,可以让每一道菜增添香味提升菜品。 材料介绍,食用油,洋葱,青葱,蒜,姜,都切成小块状。 平时多余的洋葱皮和青葱尾可以收集起来炼制香油。 倒入食用油开火,把油温升到140-150度再倒入材料。 以小火慢慢把材料的水分蒸发掉。 炸至深褐色时把材料烙起丢掉。 先别急着关火,熬多两分钟,把油内多余的水分彻底蒸发掉,待凉到初级完成。 如果喜欢更多的烹饪技巧请订阅。 本视频教学就到此,感谢收看。 4月4日后,感谢清楚STEIN。 只有您那ί